我们刚刚开车 在国道上行驶 然后看到有好几个人在河里面 好像抓小东西还是抓鱼什么的 赶紧停车 我因为比较喜欢这方面的 赶紧去看一下他们到底在那边干嘛 到了 他们好像在抓鱼或者抓河棒之类的东西 一个个跟石头的一样 杨月 他也很想下去玩 都说金毛很喜欢水啊 是不是真的 去吧杨月放飞自我 哎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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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等一下不要了 等一下他不要不要他 真的是河棒 那朋友手上好多河棒 那边还有几个人 有几十二币带啊 一袋一袋装置在那里 能看到吧 好棒 叫他洋芋他就过去 洋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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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脏啊 哎呀呀呀呀呀真的来了哈哈 他能听懂的 走走走不动 哇要不成了要不成了 好脏啊 我感觉他挺喜欢这样子的 这边水其实是看起来比较干净 毕竟他们捡那些都是用来吃的嘛 过来 四脚兽都是天生会游泳的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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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nciliation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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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他们的收获 好多盒棒 你们抓盒棒是用来包粥吗 还是干嘛 这些用来怎么吃 怎么吃 是炒吗 炒的好吃 我们那边一般用来包粥 我们是广东的 包粥咋吃 又来煮粥 煮粥饭 不够 杨岳过来 杨岳 他吓死了 没胆量 别靠近我 你别靠近我 压不成了压不成了 杨岳下河了 回来给他洗一个澡 随便洗了 你说你会不会太粗鲁了 不会 他毛太多了 你这样坐在地下 他跟没洗有什么区别 他地上也很脏 很多牛 等一下我们晚上都不够水 做饭了 你屁股别对着我呀 杨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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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